龙哥 我今天休假 可以从上海到那个大鱼头来看 看一下红烧还是清蒸 红烧 清蒸 这么大的一个鱼头 当然做一滴水都不佳的生鸡鱼头包 又香口 高香滑嫩 酱香浓郁 做这个菜啊 清给某水汪汪啊 收到 我们烟菜 该野味的野味 该何味的何味 鱼头还是生鸡的是吧 你教了一个正宗的广式做法 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操作 第一步 我们先洗干净 转健 开始吸水 有黑膜的 一定要刮干净 不刮干净的话 它有鸡腥味 鸡肝烙味 啊 鱼鱼呢 龙哥 我买的时候没注意 年轻人呐 你最好吃 最精华的味就在那里 被人家骗了吧 所以说还是年轻啊 这是我们的苦料 红 干葱 蒜 沙姜 加菜籽 来 炒热粒 鸡腩味 鸡粉一点 滤粉 生抽 龙虎表辉 OK 蚝油 胡椒粉 再增加一点软味的感觉 我再给一点 胡椒碎 黑椒碎 一点点 我现在要饭龙哥 师傅 加我的肚团 就这样 龙哥 你都数十多了 那你师傅不得了 不是 我今年才29位 哎呀 小杰 工作都是很正式的 那个龙哥让他看到你平时的风格 小杰 你看他这么一看他师傅很有型啊 蛮决定的 我这么决定的 哈哈哈 这是我在登陆干与手的半球图 速钢 滑晒 排透性 半间 颜值超钢 六百当 还是民生土啊 而且现在一分厂手 只要39块 才39 手感很好啊 我一直都在头部买 我刚到的这个十八指手刹 我封新中式转印竹 还有招财大夫的寓意 经客到手下 颜值要19 送人自用都很合适 龙哥 怎么买的呀 紧不窄呀 你问我就会了 直接停我评论区制品面接 现在还有机会抢2888元 变金 中奖直接到头部招户 买啥都没用 而且头部刹事品牌直发 保证正品 你看你也发现很合适 好 然后均匀再给你 真掘菜 老味的重点就是 他的手法好 不要说这个搓 拿起来 够粉了 我们取花生油 够亮身的 够亮身的 下部我们就开始掘 我们掘任何东西都是 基本都是用传统的沙包 这个陶瓷包是很漂亮 但是它容易导致什么 口水 就是水弯弯 中奖 要不你教我白包局的吧 那好 我跟你说一下 我个人的心得 我习惯把盖下面缝一层锡子 这样子 它的基本效果最好 受热均匀 导温 做街包 我们要懂得眼睛看 多听 去感受它的温度 火力一定要够猛 好 锅里给花生油 还有干葱头 这把它爆香 因为它们比较厚深 水分比较多 我们的蒜 还有沙姜 一定要搅 让它受热均匀 街包最大的乐趣 就是听到 食物在锅里 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 好 我们 抱着微微均滑就行了 现在开始白鱼 白鱼啊 不要放到边上啊 为什么呢 这样子 它靠边没有东西 垫着它 它就会糊 可以闷到 我们姜葱蒜的新香热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点酒 这这包全程不能加一碟水 然后一分半钟之后 转小火 对它 三分半钟 这些东西我们也要有意识 有灵活 让食物的大小来判定我们的时间 时长 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 特别是 这种看不到的菜 现在我们要做到一个听声 文味 按经验 去判断 它的这个程度去到哪里 不同瘦肉的程度 它呈现出的味道 出来是不一样的 时间到 干的时候小心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 观察 它进去 很轻松 就代表我们这个 已经熟了 最大火 还是啤酒 十秒 做叽叽包啊 千万不要水弯弯 看到没有 没有一滴水 龙哥真的好吃 哇龙哥 吃过这个才知道 叽叽包之间区别有那么大 当然了 要做好叽叽包 不仅仅要叽叽就好 还要对火力 火候的一个把控 用心程度 最主要最核心的 就是一个经验